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回到10月21日的聲揚宗教授 大家好 這星期的以蝦衝突仍然在醞釀 上星期爆發後 一個星期以來都是空襲 以色列空襲的袈裟地帶 叫人們撤開南部 然後自己躲 自己想好 與此同時 以色列天天轟炸 效果如何呢 不知道炸死了多少人 怎樣才達到目的呢 目前來說 如果說傷亡數字來說 哈馬斯之前的恐怖襲擊 大概殺了一千多人 但是呢 現在呢 以色列估計 我們開麥克風的時候 大概是四千 現在我想可能會去到多一點 已經是兩倍有多了 死亡數字 每次都是這樣 差不多 死亡數字來說 即是說 以色列已經是 雙倍奉還 雙倍奉還 因為其實現在暫時來說 人質還未救回 如果你這樣去報復的話 似乎就好像不太自在救人質 現在就 那他也說 根據過往經驗 多數都救不到 你給哈馬斯 或者給巴勒斯坦 那些 組織劫持的人 其實這些事經常發生 即是就算在平時 都有一些 以色列人 會被這些 恐怖分子夾走 最後都是多數找不到 所以我相信 以色列都不會 對這個做法 存在好望 他現在炸 就為這個地面戰 開爐而已 首先就把那些 他認為是有 隱藏著哈馬斯的 指揮 或者一些武器庫的 炸平他 然後就 希望地面戰 那一刻 就減少他的傷亡 減少自己的傷亡 是吧 因為你知道 以色列始終人口不是很多 八百多萬人 是吧 所以他進去加薩地帶 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加薩地帶 現在很多說法 加薩地帶裡面 很多學校 醫院 甚至一些平民民房 實際上是武器庫 這個他也不會不估計 所以我相信 炸幾天 都是想移平一些 存在的障礙 就為跟著現在地面 去掃蕩哈馬斯做鋪路 這個過程 很不幸 肯定造成很多 平民傷亡 因為 李哈馬斯就是 為什麼在加薩這麼兇 就是因為他 平民做人盾 有些人 確實 各種理由 留在加薩地帶 現在最慘的是 以色列公布 說我會進來 我會炸的 叫人們走 但那些人沒有得很走 因為 剛剛早兩天 約旦那個高層師 代表了埃及港牌 他說 我們不會被加薩地帶的難民 進來我們的邊境 這是紅線和底線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十幾年 這些所謂巴勒斯坦的難民 去到哪裡 都總會把一些極端分子帶進去 帶來一些當地的問題 約旦 他的皇室差點被你搞起 是吧 你在埃及 試過這些 巴勒斯坦極端組織搞得那麼深 所以 他們現在就 就算他口頭上 他批評意識列 但是他就不讓你那些意識 你要打的人入境 那這個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我覺得 嗯 那麼 這個禮拜發生了很多事 你看到拜登 都積極去 就是想去調停 我覺得就不是調停 你看到他去之前 上個禮拜日 其實他接受了 應該是澳洲的電視台 CBS 60分鐘 這個專訪 他講了很多很重要的原則出來 是 他那時候還未去以色列 看情之前 其實他講了幾件事 嗯 講了三個 即是三點 他自己的原則 他的看法 他就最重要 就是他 就警告 以色列 就不要 即是怎麼說 不要佔領加沙 是 是 不可以佔領加沙 即是不可以佔領加沙 其實你要畫一條線 你要起碼 你要對著內塔利亞湖的時候 對著以色列總理的時候 你跟他講 我只能夠接受你 打到多久 是 一定要有個時間 不可以無限期去延長 我估計以色列都不會佔領加沙 是 因為你加沙有二百多萬都是巴勒斯坦人 是 而這班人呢 歷史實際上都證明 是同化不了的 跟以色列的猶太人 即不是經濟狀況 所以九十年代初為阿納協定之後 他將這個 即是 加沙地帶 本來是以色列佔領的 給你自治 起了圍牆 然後就給你自治 供水供電 那你自生自滅 你搞得好你就搞 但是 這個 你可以說 既然有些作家都說 你可以說 以色列歌詞的樣步 不夠 不夠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樣步 但是二十年來 二十年來 這個加沙地帶 就差不多天天都發生恐怖事件 都是針對以色列恐怖事件 你現在這一次 他去打那些 希列的 即是以色列的所謂 那些合作社 那些社區 那些社區全部 都在加沙地帶旁邊 以色列的地方 有很多是 即是 在哥道住的那些 很多是和平主義者 搞一模糊 都在那裡 但是那些人 就被你殺了 也有些被你抓去的人士 那個文章 那些猶太學者的說法就是 喂 有一個他認識的人 他天天就在哥道 就將一些在加沙地帶 得不到合適治療的那些 巴勒斯坦人 安排交通運輸 要送他們以色列的醫院 讓他去就醫 現在他不見了 就是讓你做的人士 那你還想以色列周圍的人 怎樣呢 這個說法 我覺得也是很明顯 所以這次 我相信 就算拜登不說 以色列進去加沙 一定是打完他就走 打完就走 但是你會 就是你會 很尷尬 你要找到下台階 一定是找到下台階 正如你上個星期都說過 是 如果你說地面戰之後 一定殲滅不完 但是內塔利亞胡 話說在前頭 我要殲滅 全殲哈馬斯 一次過搞定 這個哈馬斯 但是其實很多人 就是分析家也好 學者也好 都說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的地道是非常綿密的 他躲起來 就算他這個時候 他離開了加沙 其實他這些 他根本在打你之前 他已經準備好了 是 準備好就是平民 其實戰爭最殘酷的 那樣東西 永遠沒有準備就是平民 但是動手那些 就已經準備在前 我想地面戰的意義 第一就是進去 就針對一些 所謂懷疑的軍事目標去掃蕩 第二就是去撿一些 所謂 他認為是哈馬斯的 那些重點的分子 希望撿到這些人 但我相信是很難的 撿不到的 第二 你現在 就算 以色列軍力很強 大家都知道 武器很先進 有美國之生 但是以他的軍力 他是沒有辦法 地毯式地去 掃蕩加塞地帶 沒有辦法 你知道你全國人 有八百多萬 多香港少少 沒有辦法 但是你的下台 因為其實 很尷尬一件事 因為如果你簽不完 的話 你殺不完哈馬斯人的話 你在撤棍之後 一個星期 又來過 那你怎樣 那你又開進去 那你政治上下不了台 那你沒有可能 全瞻的情況下 那你可以怎樣 要不就是你 找一個退而求其次 找個妥協 對嗎 交了那些人子出來 是呀 交了那些人子出來 就是這樣 但是 加沙就說 他已經準備好交人子 前天就 要你停火 前提要你停火 前提要你停火 這樣 但是呢 你看到 拜登 去 以色列之前 還有 回到美國之後 那個態度有少少改變 是 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似乎 就想 姿態上面撐你 而已 但是 都起碼 跟你說 不要這麼過份 不是無限量支持你的 是 但是我看到他昨天 他又表態 你見到他強硬很多 是 現在他只是說 他是掃諸於 美國的民眾 叫他們 就是要叫美國人 不止支持以色列那麼簡單 是支持了這個 就是烏克蘭戰爭 兩樣東西都要支持 是啊 現在 CNN 就將他描繪為 就是這個所謂 戰時總統 是 有些聰明的地方 就是說 他是一個戰時總統 但是不需要為這個戰爭 負上真正的代價 主要就是金錢的問題 金錢的問題 他可以在 這一年裡面 就是這個 選總統的前夕 為自己立下 威風 因為特朗普經常說 他是睡醒 對 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是一個睡醒 對 問題是美國的民意 似乎都支持 這個以色列的行動 對 你的意識很簡單 他不會接受 停火 然後給他人家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個經驗 很多人家可能已經死了 對吧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其實晚上都有人 在加薩附近 所以 如果這次 他進來 走進來 殺你千多人 這次 以色列死的人 已經是歷次 中東戰爭人數 的總和 是 如果他進來 殺你千多人 然後 夾這幫人走 然後你就接受 你送火 回家就停火了 那你就是 無人無私 當然 以色列是沒有辦法 完全殲滅哈馬斯的 問題就是 你就算哈馬斯殲滅了 他有其他經驗組織 黑北邊 還有 尼巴列的真主黨 西岸還有 伊斯蘭聖見組織 這些都在 你是無法殲滅這些組織 現在是 你無法殲滅這些組織 你無法殲滅這些組織 問題就是 他如果 在這件事上 他是妥協的話 你以後這些 打完你 然後夾你幾百人走 然後就說 你不要再打了 那你就無人無知了 所以我想 以色列一定不會 接受這個條件 以色列最簡單 就是 你不要危害我的生存 我覺得那八百幾萬人 你北面的 尼巴列也有六百萬人 伊朗 八千幾萬人 八千幾萬 你這個敘利亞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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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支持 將 伊斯利 抹走 伊朗 一千八百幾萬人 兩個國家 加上過億人口 你相對於 以色列只有八百幾萬人口 你不要計後 下面那些 埃及 約旦 那些 相對跟以色列 官方關係就好了 但是你還在面對一億人的強敵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 你參與以色列立場 他沒有接受現在的條件 你拆了一千多人 我如果接受你還人質給我 我就算數的話 他以後也沒有空 所以現在你好像看到一個轉捩點 就是原本拜登去之前 大家以為可以和事佬 可以調停 但是現在拜登表態 現在就說 他呼籲美國人一起支持他 這樣說 這兩天的轉捩點 最重要的事情發展 就是他的醫院炸了 他其中一個醫院炸了 引來國際很大的反彈 初期加拿大總理都出來譴責以色列 他發現後來發現 可能不一定是以色列 但是現在美國的 就是拜登的說法 他開始很憤怒 但是他就說他根據他們的情報 那個飛彈就不是來自以色列 是 很可能是黑馬斯 就是他自己去炸自己 又是黑馬斯 又是真主角 或者是誤炸 或者是覺得這件事 如果有機會被拜登調停的話 我們死的人不就很無辜 不想那麼快 不想那麼快就這樣罷休 其實你看到很多激進組織 其實現在都想抽水 或者蠢蠢欲動 就想把整件事搏大 包括昨天 錄音的前天 應該是昨天 約旦來自約旦的胡塞武裝 其實也飛了一些 飛彈過去 就是以色列 不肯定是否是以色列 但是 就被美軍 美艦攔截了 是的 約旦在官方上 現在是期長的了 但是約旦的胡塞組織 就是另一個 也是極端組織 是的 那麼他們跟這個 真主黨 跟這個 伊斯坦政業組織 跟哈馬斯 基本上都行在一起了 是的 幾條戰線搞你 就是這樣了 所以 現在就透過這些方式 就是干擾 已經看到的 以色列的所謂軍事行動 希望是這樣 但是你看到這次 以色列 就似乎都 就算不可以消滅哈馬斯 他都會打到你大傷元氣 很久不可以再做這些事情 是的 第二 你真的很意外 拜登去到之後 不是做和事佬 變成做這個 啦啦隊 現在變成了 現在變成啦啦隊 現在很糟糕 是的 這個現實就是這樣了 所以其實 我覺得 跟著地面戰 都會 很不幸 會死很多人 是的 會很不幸 但是 美國人裡面 有多麼支持以色列 是的 在拜登去之前 CNN 就在15日 就是上星期日 出了一個報告 最近一個報告 就是一個民調 就是 一半的美國人 支持以色列 去報復 就是軍事報復 就是軍事回應 這個哈馬斯 就覺得 完全是合理的 那麼 20%人 就覺得 部分合理 就是起碼 就是加起來合理的 都有70%人 70%人 只有21%的人 就說不肯定 8%就說不完全 就是覺得合理 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都是一面倒 是的 如果你說民調是這樣 但是加沙醫院 這件事 會不會影響他們的意見 還未反映出來 現在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也都未見到 有相關的民調 但是 其實整件事 除了西方世界 就是一面倒 但是 聯合國的人權監察組 其實都開始出聲 就是說 現在圍困加沙的行為 已經構成了戰爭罪行 有人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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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他講得很嚴厲 他就說已經是一種 crimes against Himalayan 是人道災難 這是人道戰爭 其實這是人道犯罪 這是聯合國的人權獨立的專家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已經圍困了 又不供水不供電 現在在我們錄音這一刻 醫院只有24小時的電力供應 燃料供應 其實你看到人道危機 就是圍困 沒有水沒有糧 就已經令到很多人 一危待再單職 是啊 有人會餓死 拜登就爭取到一樣東西 那原本呢 就是這個 南邊的 就是這個 埃及 埃及 就很強硬 就說不會通關 是啊 現在會開放多條人道走廊 是啊 開放多條人道走廊 就供出一些物資 輸送物資 人不接收 但是呢 你可能在那個地方 就盡量不打飛彈過來 但是 你只會在加沙境外 那如果哈馬斯運進去的時候 又變成了人盾的話 那你又很難搞 所以你想一下 約旦和埃及 理論上應該支持巴勒斯坦的 是吧 巴勒斯坦人的 但是他竟然不讓這些人入境 這個也說明了很多問題 這個也說明了哈馬斯這個組織 有些虛偽 多麼怕人爭 當然啦 兩個國家也有虛偽的一面 這個事實 是吧 但是哈馬斯他做了一些事情 他過去在一些支持他國家做很多事情 那些事情 希望奪取了話語權 而令到沙大一粒百形 差不多只身是愛 那樣 你看到了 所以問題就是 這次以色列進去 地面進去打加薩地帶 似乎就被不避免了 問題就是造成的傷亡有多嚴重 人道危機其實已經在發生了 你由斷水斷電那一刻 已經知道一定有人 因為沒有水沒有電 沒有能源 而餓死 有其他問題 你跟著又不讓他走 你說叫他走 你讓他走 以色利說我給幾十隻 你們走 但是他走去哪裡 向南走又不讓他走 去納巴林嗎 但是這個去納巴林 他要濫過了以色利國土 所以問題就十分複雜 現在最危險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極端組織蠢欲動 不僅止哈馬斯 哈馬斯當然想拉多些真主黨 其他人在武裝 過來聲援 究竟後面的大國怎樣互動 是不是開始就已經 買定離手了 買哪邊先 買和還是買戰先 拜登現在的態度就是買戰 中俄這方面 尤其是一帶一路峰會 他就想扮演和平 當然要抽水 抽水是我們強國的特色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國是伊朗最大的金主 伊朗就是兩次 伊朗也是支持哈馬斯最大的金主 伊朗說到要把以色列在地圖上抹去 前天在聯合國中有個決議 就是人道停火的決議草案 聯合國安理會裡面 推出了一個人道協議草案出來 但是被美國一票的否決 他有否決 主要的原因 他是日日聯合國安理會 主要原因是他這行決議 沒有提及過國際法所規定的 以色列自衛權 所以美國感到失望 似乎美國很在意 對以色列有個道義上的支持 這次你很難否認 這次你很難否認 這次你這樣衝進去特襲之後 這是一個反應 這是很難否認的 特襲後 夾了兩百人走 你當他沒事 就叫他停火 真的很難 而中國就說 很震驚 現在很震驚 要假裝震驚 要假裝震驚 不是說怎麼搞的 這樣也可以 他忘記了一年前 他自己否決了烏克蘭 對 他否決了烏克蘭 譴責俄羅斯的決議 對 還撐到現在 挺虛偽 現在買定了 甚至乎 現在中國 就去睹以色列背部 你看到王毅 這個時候 就打電話給沙特阿拉伯 的外交大臣 廢塞爾通 廢塞爾通電話 說兩國論 就說 以色列的行為 已經超越了自衛範圍 第二 就應該認真地傾聽 國際社會和聯合國 秘書長的呼籲 停止對加沙民眾的集體責政法 他這樣的行為 他這樣的表態 起碼 台面上就令到現在 沙特阿拉伯很尷尬 或者他要選哪一招 原本 在開戰之前 沙特阿拉伯 就原本想跟以色列 收好 甚至乎建交 其實他們的關係正在改善 雖然沒有建交 但正在改善 沙特阿拉伯曾經在北京 跟伊朗簽了協議 所以現在王毅吃著這條水 吃著這條水 就向以色列放冷戰 甚至乎向沙特阿拉伯 推銷兩國方案 支持巴勒斯坦 按照以巴雙方的領土獨立建國 即是1967年之前 1946年的聯合國大會 181號決議 說兩國方案 其實這個 你見到他就在那裡抽水 其實就是 兩國方案 我上次也說過 兩國方案 不能夠落實 原因就是當年 阿拉伯國家 不接受 即是猶太人是接受的 是阿拉伯國家不接受的 結果搞了幾次 中東戰爭 好了 到現在 你就知道 消滅不了以色列 很多阿拉伯國家都接受 以色列存在的事實 但現在 無論在1979年的大衛形協議 90年代初 維亞拉協定 以色列的存在 已經是 你無法否定的事實 問題就是說 你仍然有些人不肯接受 他給你加薩地帶 你自治 那你都在加薩地帶 不斷地搞這些事 甚至哈馬斯 取得這個 加薩地帶的控制權 然後就在旁邊不斷搞 最終搞出這次的事實 所以以色列的反應 我覺得是 就是你完全預計到的 他一定借這個機會 打到你哈馬斯 至少五無七傷 這個時候 你再說回兩國論 兩國論 阿拉伯是泰國布 1946年的事 破壞了幾次 破壞這個兩國論的 兩國建議的 其實正正是哈馬斯的組織 現在不是 以色列不接受兩國論 現在是 一直都是真主黨 你 中國的最大盟友 伊朗 哈馬斯 伊斯蘭聖殿組織 這些人不肯接受兩國論 現在主要是這樣 但是問題 我們之前都說過 西方國家 西方陣營 以色列 算是跟中國關係不錯 好 伊斯蘭聖殿是中特最大的伙伴 其中一個 如果你說去年的經濟貿易 雙邊的貿易額 是255億美元 跟之前那年比 是增加了11.6% 中方的出口 去以色列 都增加了很多 7.9% 進口是90億 而中國是以色列第一大 是以色列的亞洲第一大 全球第二大 沒錯 兩國關係 經濟是不錯的 而且 而且以色列傳統地對中國有好感 因為1933年至41年 即二戰期間 有2萬個無國籍的猶太人 為了躲避納粹大屠殺 就避到上海 所以 因為這樣的淵源 其實以色列 早在1950年 已經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那種做法 有點奇怪 因為當時被保護的猶太人 那些是國民黨政府 不關共產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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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入了他 入了他的數 已經抽水了 那時候 抽水成功 但是 起碼近年來 關係是不錯的 2017年的時候 內塔尼亞胡訪華 確認了 建立了創新全面夥伴關係 是OK的 而近年 你在美國佬 在科技制裁中國的情況下 其實他暗底類 其實都賣了很多科技給中國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就是你把很多科技 甚至涉及軍事科技 是轉移了給中國的 是 情況就等於你烏克蘭 曾經把他的戰艦賣給你 中國第一手戰艦 就是烏克蘭賣回來的 是吧 但是現在他正在支持 搞你的對方 是 所以你想想烏克蘭 以後會怎樣調整 和中國的關係 你想想 你現在不單止 拆開兩國內出來說 你還要在背後唱衰他 是啊 唱衰他 而且你已經表明了 你對中國 中國不譴責哈馬斯的恐怖襲擊 十分失望了 已經 你不但不去譴責 你現在還要打電話去覆他的背 是啊 你可以想像 你怎樣處理將來之後 和這些國家關係 那BBC有個專題 其實他也分析了 其實這個講法 跟我們之前都 其實都 不謀異合 大同小異 那他就說 政治上面 這個很確實地說 中國就把自己定位為 全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這個就跟老毛 毛澤東的第三世界的利益一樣 因為當時 毛澤東 其實在美蘇冷戰的期間 他要確立自己的三極地位 是啊 起碼可以跟中美兩國頂竹而立 美蘇兩國頂竹而立 他自己就代表亞非拉兄弟 是啊 那他最重要的外交成就 就是在1955年代 1955年的時候 舉行了第一屆的阿非會議 就是萬隆會議 萬隆會議 那當時 他就 做下去的嘛 而這個萬隆會議 其實有很多阿拉伯國家給面子 當然 那當時 那以色列 就跟那些阿拉伯國家 九國阿拉伯國家 打中打到飛機 就是世仇 是啊 那所以 就不關以色列的事 所以如果你說地緣政治的友情來講 當然是跟阿拉伯國家比較友善 是啊 而當時的成果 就是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權利 就是支持巴勒斯坦立國 已經等於是 這個支持沒有所謂的 因為這個支持在1946年 聯合國一百一號決議已經定了 而現在問題就是 你不可以只是說支持巴勒斯坦立國 你還要支持保證以色列 作為猶太人國家的安全 但是你看到中國 就在很多次都迴避這個表態 因為他又不想得罪伊朗 哈馬斯 因為伊朗說要抹走他的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做法很困難 而習近平繼承老毛的三極世界觀 他自己是想代表第三世界 他永遠去發展國家 永遠去發展國家 自然而不打仗好 如果打仗的時候 就真的要 迫你靠邊站 是的 靠邊站 即使我和以色列朋友都好 和平時期朋友 大家做生意沒問題 但是 這個就不是說 最多就叫戰略性夥伴 戰略性夥伴 就是戰略性需要來的時候 就是夥伴 簡單一句 這些叫寬長無真愛 是的 那麼以色列後面是什麼人 是英美 你現在美國佬 下了注 全都下以色列 他買大當然是賣小 這個就是這樣的道理 抽到多少抽到多少 以前的話 中國和烏克蘭都很友善 是的 買劍藍都幫他 但是 你看到中國之虛偽 就是整天自己反冷戰 但是一去到這些 就是劍拔魯章 即是一有戰爭行為的時候 他自己就抽水 他根本就是冷戰持續的主要 其實自己就是冷戰推動者 真的沒辦法 或者冷戰撥火者 永遠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 是吧 他扮和平使者 好笑 希望抽到水 BBC 他就引用了安邦智庫的分析 他們就說 其實國際的爭端 現在分為明線和暗線 明線 現在主要就是烏克蘭的戰爭 以及以巴衝突 暗線就是美國和盟友 對中國的揭制 如果明線牽涉了很多美國的精力和資源 那對暗線對手的中國的壓力就會相應減少 就是很簡單 很公理思維 如果我將你美國拖進去這個 搞到你周身不空 以及以巴黎沼裡面的話 那你就要跟我說數了 搞到你周身不空 搞到你周身不空 對不對 這麼簡單 因為現在 拜登之前說過的話 中國經濟很不行 現在 我想習近平說 是呀 我中國很不行 但有更加多地方不行 那就可以為我解套 現在希望 為了救召 為了救召 好 我們所謂國際形勢複雜多變 不是說你自己怎麼看 其實你自己也是參與者 甚至乎你自己都會搞到國際形勢這麼複雜多變 總之 留民黑幫總有個好朋友 又叫中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下個星期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